戴娃走遍26个国家和地区 边游边学是她的育儿秘籍 高磁白地 彩云间 千里江陵 一日还 她把自己听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全部都和现场的那些场地 对应起来了 41岁重启人生跑道 三个针是她的流量密码 一个是真心 一个是真爱 一个是真我 就很多读者说 跟着我是不会踩坑的 我妈呀 我的妈呀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孙恩嘉 今天很特别 手上多了一个宝箱 找到今天的妈妈 就会告诉我密码 可以打开这个宝箱 属于今天这位妈妈的关键词是 41岁重启人生跑道 亲子旅行册 赶紧出发去找一找 好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好嘞 真可爱 太大文艺 太大文船 好 我们开这边 你好 我是我的妈呀 苏文嘉 你好 我是孔彤 孔彤 公众号 带上屁孩去旅行的创始人 拥有25万粉丝 曾经是一名记者的他 怀揣着环游世界的梦想 从孩子十个月起 就带他行走了26个国家和地区 孔彤从不刻意追求 亲子旅行的意义 却也不止于用足迹 丈量土地 2016年5月 他在自己的公众号 发表了第一篇 亲子旅行攻略 没想到短短几个小时 便拥有了破万的阅读量 这让他大受鼓舞 更加努力创作 两年后 随着粉丝量越来越大 41岁的他 毅然决定辞去稳定的工作 七年来 三千多篇文章 以及源源不断的读者支持 让他更有勇气和信心 去迎接挑战 而这位深受追捧的 亲子旅行博主 究竟掌握了哪些属于他的流量密码 今天我就跟着他取经打卡 一起踏上轻松又快乐的亲子旅行 这位就是你的儿子了 是 听说今天的妈妈是知道 打开这个宝箱的密码 所以你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吗 我告诉你是525 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啊 因为我有一个公众号 叫带上屁孩去旅行 然后它的第一篇是在2016年的5月25号发出的 当时上海迪士尼乐园快要开幕的学会 朋友送了我两张票 我就带上孩子一起去吧 回来就开始在群里跟很多的朋友聊 说怎么去啊 什么项目好玩啊 然后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说 你干嘛不开一个公众号 在你的公众号里 干脆写一篇文章来跟我们讲呢 我想好像也是这么回上啊 我就在上面发布了我的第一篇文章 写完这篇文章以后 我记得是凌晨三点多钟发布的 等到我早上大概 中午不到的时候 我再打开看的时候 它已经阅读过晚了 就是有很多的人 他来给我留言啊 然后给我这个发消息啊 就是说很有用很有意思 希望能够多多看到我 关于迪士尼的一些攻略 或者说看到一些其他 关于亲自旅行的攻略 所以在第一篇的时候 你就想好了 要做亲自旅行的公众号 是因为我的公众号 的名字一开始就是取好的 叫带上屁孩去旅行 我自己是一个 非常喜欢旅游的人 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呢 把孩子一起带上旅行的路 后来发觉其实亲自旅行 和一般的旅行 有点不太一样 选择什么样的路线 怎么样能够完好 对于亲自旅行 这件事情本身来说的话 未必是说我们要 走多远的路 一定要去坐飞机 一定要坐火车 实际上是旅途过程当中 和孩子的互动 和家人的互动 24小时彼此在一起的陪伴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你看我们现在就在 非常漂亮的徐慧冰江 我打算带着孩子在这边 走一走 兜一兜 逛一逛 所以第一站 你为他选的就是徐慧的冰江 之前来过吗 徐慧冰江 我经常来 因为我经常和爸爸 一起在这儿骑车 所以看来其实是有很多 美好的记忆在这里的 有算过吗 妈妈带着你 都去过哪些地方旅行 去过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瑞士 荷兰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亚买加 你去的地方 比阿姨去的地方还要多呢 从他十个月到现在 差不多就是在这十一年当中 我们走过了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 十个月你就带着他去了 其实我们以前呢 可能都会在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出去旅行一次 然后这个时候呢 孩子已经出生了 那总不能把他丢在家里 就想着把他一起带去吧 选一个带上孩子呢 又可以吃得很好玩得很好 住得很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想了想 不如就去澳门吧 找一个度假村 然后吃喝玩乐 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也不用太累 这就成为了我们 亲自旅行的远途第一站 所以第一站有让你留下 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吗 其实我去之前 我还挺担心的 因为担心小朋友 会不会在飞机上哭闹啊 但是真的就是在飞机上的 整个前前后后 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一些困扰 而且他还很开心的 在飞机上和前后的乘客互动 因为大家都看到有一个小小 很喜欢和他打招呼 他还拿着自己带的小零食 分给了前后座的人 真棒 他已经不记得了 我特别想打开宝箱 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宝贝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今天的这个宝箱了 妈妈刚刚已经告诉我了 她的密码 是525 我们就要打开了 打开了宝箱之后 我来看看 这里面都是书 对 这分别都是什么呀 这个应该是贴纸 拿出来一个贴纸 然后对准它 计较好 然后就可以贴下来了 这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给他用的 贴纸书我印象当中 差不多是在2到4岁左右的时候 然后因为要带小朋友出去旅行 可能当中会有很多很无聊的时光 会给他带一些类似像贴纸书啊 或者是涂色书啊 这样的东西来打发一些时光 小朋友呢 而且也会借这样的一点时间 获得一些有益的知识 我这儿还有一本成语接龙的书 这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 你给他换的书的种类吗 5 6岁以后贴纸啊之类的 就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了 我们就在路上接龙吧 我们最开始是怎么接的 我记得我们最开始 好像是去西方百纳的时候 对 一开始我们是词语接龙 而且这个时候的词语 还不能够这个字完全对得上 比如说天地 你可能就会说地己 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 他自己开始跟我们说说 那我们就不要接词语了 你给我先示范一个 你们接成语的 海阔天空 空 空不一元 人 人 人山人海 还抢答 除了这两本书之外 我看到还有一个 这个是啥呀 是给他听音乐 因为我们可能在车上的时候 他也不方便看书 那我就给他一个无线耳机 让他自己 把他想要听的内容找好 然后我拿着我的手机 可以做我的事情 他可以听他想要听的一些故事也好 小说也好 名著也好 或者是一些科普知识等等的 都可以 孔彤的三件神器 竟让无聊的等待 轻松转化成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除此之外 涂色游戏 记忆力游戏 踩井物游戏 也是他们旅途中乐此不疲的娱乐项目 而这些小技巧也成为了他公众号最热门的文章 与此同时 粉丝们也都跟我一样震惊 孔彤11岁的儿子竟然去过26个国家和地区 足迹遍布马来西亚 越南 新加坡 阿联酋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士 马尔他 官岛等等 而说起旅行目的地的选择 孔彤也颇有心得 今天的第二战 就是他为儿子量身选定的景点 他说 这里也适合大部分同龄孩子 我很好奇 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上海电影博物馆就是你今天推荐的第二站 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这里呢 就非常适合大一点的孩子 在这里又学知识 然后又有很多新鲜的好玩的东西 你看我们家小皮孩早就进去玩了 那我们赶紧一起过去看一下 好 这里应该就是你儿子最喜欢的地方了 对 全部都是动画片 来 开心吗 开心的 嗯 这里最喜欢我的是那边的演戏 好 像这里的内容啊 包括都是动画片 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有一些博物馆 它可能需要知道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 才能够去看懂它 那些会比较推荐吗 就有时候我们大人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 我记得我们有时候会去一些地方 有一些欧洲式的建筑 他会告诉我这是什么风格 那是什么风格 有多利克住室 科斯林住室 艾尔多住室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呢 从书上看到的 所以今天你带我们来这个地方 是比较适合他现在这个年纪的 两到三岁的时候会推荐什么样的旅行 三岁之前 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选一个单一目的地 像他十个月的时候我们去了澳门 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 只是在度假村里吃喝玩乐 住全部都有了 稍微大了一点以后 比如说四五岁 也可以选择像邮轮之类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 我去欧洲上了一周的国际幼儿园 实际上我们是那一周坐的邮轮 然后邮轮上儿童俱乐部 非常像一个幼儿园 进去以后面对的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孩子 也可以跟各地的孩子 用他当时非常简单的一些英语来做一个交流 我觉得也很不错 也锻炼他的一个社交能力的 对 我看他玩得真的很开心 是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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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知道你跟妈妈去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里 这是三峡 那边有一个白地城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还知道一个关于白地城的古诗 这真的不是简单的 我只是把这首诗背下来 你是真的让他看到了那个情形 对 其实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突然觉得 这个诗里面的这个内容我懂了 我一直会说亲自旅行 你不要去指望他有太多的意义 一定要指望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东西 可能这些都属于意外之喜 但是这个意外之喜刚才来临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特别 比如说去了三峡以后 他就会回来跟我说 这刘备托夫原来是这样的 我有在这个三国的故事当中有听过 他把自己听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全部都和现场的那些场景对应起来了 孔童打造的亲子旅行 就像一把钥匙 让儿子打开了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 入白地城学历史 游三峡寄古诗 去敦煌写文章 每一次的旅行都是全新的起点 而这一次不仅是儿子 连孔童也踏上了新起点 依然选择在41岁重启人生 那么他是如何下定局新的呢 我知道属于你还有一个关键词啊 叫做41岁重启人生跑道 怎么去理解它 因为我之前是在报社做记者 然后呢 公众号其实我自己一直兼职在写 写了好几年以后 我发觉我从来没有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 这样的状态差不多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 觉得非常吃不消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也非常的忙 但是公众号又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我也很希望能够把它做好 离开了原来的报社 其实也是离开了体制内 然后开始自己的重新创业 以自己的公众号作为一个未来的发展主方向 41岁做这么重大的决定 家里人什么态度啊 我妈妈肯定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对老年人来说都会觉得体制内的工作 各方面都是大家很羡慕的 为什么要去放弃这样一份工作呢 但是对我先生来说呢 他觉得我在做公众号每一天都很开心 所以他愿意支持我来做这样一个决定 公众号的受众会偏什么类型一点 我的公众号本来就是一个亲子旅行 会看的妈妈会比较多 那妈妈可能她平常时间也会比较少 她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刷那些视频 她会更多的集中一个时间 去看一些这个公众号文字图片 在通行的过程当中 坐地铁啊送完孩子啊 这个时候她就会有时间稍微来看一会儿 因为这个看的时间也会非常的短 大概你十分钟之内 你就可以看完一篇文章 然后可以获取她自己想要的那些信息 然后通过几年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我发觉我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成为了很多读者的好朋友 会跟我去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然后我在公众号当中写过的一些文章 比如说一些攻略 他们觉得用了非常好 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如果说之前只是兴趣 现在变成了本质工作 会觉得有本质上的差别吗 真的是会有很多的差别 之前可能想象当中 我开始全力做公众号的话 我应该就是在家可以喝喝茶 看看书写写文章 最后发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白天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对接各种各样的工作 然后可能到现在为止还是晚上要 两点钟在地睡觉 我记得是在2020年末的时候 我有一次重感冒 就连床都要起不来了 但是大家看到的我在泛舟 我在滑雪 整个过程当中 我每天都是那个鼻子都擦擦擦 鼻子就变皮全是泼掉的 人驱落到一塌糊涂 大家还是去滑雪 因为如果我不去真实地去体验一下 那个滑雪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办法在我的文章当中 给大家做一个真实的介绍 大家有可能会踩坑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你 你觉得属于自己的流量密码会是什么 我可能有三个真想和大家分享 一个是真心 一个是真爱 一个是真我 所谓的真我 我在所有公众号当中 或者说我真实的生活当中 我就是我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真实地展现出来 还有的是真心 就是你对你的读者是真心的 就很多读者说 跟着我是不会踩坑的 我是真心地把每一个人 都当作我的朋友 那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真爱 其实是我真的非常地喜欢写 写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能够把自己的 旅行的过程也好 我的育儿理念也好 我对生活的态度也好 我能够很真心地分享给你 所以我是真心地爱这份工作 那你现在一个更新的频率 大概是多少 日更 每天都更 每一天 对 每一天更新 而且每一天可能不止一篇文章 可能会有两天这样 那会很累 对 是会很累 因为可能白天有时候会有各种的其他的工作 或者说商务的洽谈等等 那么到了晚上就属于是我写文章的时间了 就还是会写得很晚 日更是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吗 实际上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情况 就是我有一天没有更新 然后读者那天就很多个读者来问 你今天是不是不舒服 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你的更新 这一切其实也让我自己觉得 我需要每天去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现在它变成你的主要工作之后 大家其实就会很关心嘛 那它的收入从何而来呢 其实对我来说呢 还是比较单一的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广告投放的这样的一种收入 一般可能会有带一些产品的链接啊之类的 那么就是大家可能会通过这个链接去购买 当然这个收入和我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获得的是广告投放的这个收入 但我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些公众号上 卖一些非常贵的东西 我很好奇真的会有人买吗 会会会 其实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推荐 比如说有一些游学的项目 或者说一些夏令营啊之类的 有的是真的非常贵 甚至有过这种十万块钱的 但是都会推得很好 一他可能是会比较信任我 二他会觉得这件东西确实是物有所值的 然后三就是实际上就是有亲子旅行能力的人 他就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能力啊 等等也会比较高一些 了解了这一些之后啊 属于你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亲子旅行册 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如跟我回家去看看吧 好 来到了亲子旅游博主的家里 我有一个常规问题想要问一下 很多人喜欢旅游都会收集很多冰箱贴 你们加油吗 有很多 在哪呢 带我去看看呗 这么多 这么多 这一些是不是每一个都代表你去过的一个地方 对 哪个是你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这艘航天飞船 是我有一次去美国的那个NASA买的 就是其中的一架航天飞船 它还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可以打开来的 这个呢是尤里加加林 尤里加加林呢是自脸的一个人 她是第一个登入宇宙的人 然后我想向她学习 然后我上一次转记录过莫斯科的时候 就买下了她 那她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你看就是这个在意大利 当时去了意大利的庞贝古城 那个时候她四岁不到 她去了这个庞贝古城以后 她非常非常的惊讶 说为什么会在地下埋着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城市 她回来以后就给我提出了一个高要求 说妈妈你给我买几本庞贝古城的书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就是那时候去庞贝古城 然后妈妈说就是庞贝古城 好像是几千年前有个火山喷发了 然后这个火山把岩酱就淹没了庞贝古城 然后记得那个庞贝古城里面 有很多很多设施 那你除了买冰箱贴之外 你去到一个地方旅行 还会买一些其他的纪念品吗 也会买一些 我有时候会在书厨这边给放一点 你们家的书厨也真的是满满的都是书 对 而且放眼望去好像都是和历史有关的一些书籍 是不是 也有其他的类型的 选择小说类的 名著类的 这些应该就是你们带回来的旅游纪念品 这是我前几年去欺负旅游的时候 欺负是孔子出生的地方 我有看到那里就有个孔子的小印章 然后我就买了下来 然后下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真的 在你们这对母子身上看到了读万卷书 行万里落 但我最关心的《亲子旅行册》在哪呢 就是这两本 让我好好地找个地方 一边坐一边打开看看好吗 好的 这就是我的《亲子旅行册》 这本是我上次去甘肃那一块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我还把日期都签好了 然后这就是一系列的 嘉义冠 敦煌 魔鬼城 青海湖 然后还有那时候坐的飞机 然后呢 还有第一天住的酒店 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 记录你们的旅行 因为我当时会觉得 小朋友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了 然后他可以写写画画 一打发路上的一些时间 二呢 他是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旅行 就好像现在这会儿 看起来的时候觉得 好有意思啊 我们那个时候去了一些什么地方 甚至可能他在后面 还有一个夹层 收录了一些当时的一些门票啊 画的一些东西啊等等 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吗 现在其实他会有一些 更多的表现方式了 比如说 现在就可以写作文了 刚才他说的那个敦煌 那个时候他上一年级 对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作文 要深去莫高枯 然后老师看了之后 我就把我那一篇 登到了你们班级的公众号上了 嗯 除了当时看到了一些什么 会画下来之外 还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记录吗 那个时候他自己 还有一个小的照相机 难怪我们今天在徐慧滨江的时候 你也拿了手机一直是在拍 你今天拍的照片能让我看看吗 嗯 好的 他真的把你拍得非常的少女 他也确实是用自己的双眼去记录了很多的内容啊 是 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有一本答案之书 也希望我们节目的妈妈都能够在这本书上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育儿心得 愿和你们一起 带上孩子去世界各地旅行 行走出我们的人生 我的妈呀 似是不惑似是而异 当迈入人生的新阶段 孔彤给予了自己重新开始的力量 才华真实热爱 是他拥有的流量密码 也为他开启崭新的生活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他的身上 我看到了果断和坚毅 或许未来的路上荆棘重生 甚至要负重前行 但孔彤依旧会乐观向前 我的妈呀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